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信评机构惠玉表示 俄罗斯已面临货币贬值与资本外逃冲击 乌克兰危机又推升了经济所承受的风险 惠玉指出 如果经济和金融制裁的威胁升高 资本可能加速外逃 外国银行也可能因为经济前景不佳 欠少对俄罗斯企业的放贷 前皮股公司执行长史卡利 计划在印度打造新智慧手机品牌 并由前宏达电印度部门主管夏马作卷 主管产品定4月推出 但印度手机市场竞争激烈 外界密切关注 该品牌将如何与对手区隔以求胜出 中国大陆海关总署表示 大陆2月出口年减18.1% 进口年增10.1% 贸易逆差达到229.8亿美元 立法院审查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出现重大变数 民进党及内政委员会赵伟陈其迈 排定10日举行最后一场服务公听会后 12、13日就进行实质审查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犹他州的演出 让观众感叹演出时间飞逝 这种来自东方的文化与智慧 能与他们产生深深的共鸣 新唯一时报评论文章 《昏迷事件》的两个版本中说 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略以加剧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马上回来